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要同时具备哪些条件 在我们诊断这个病的时候 首先要有流行病学史 因为它是一个传染病 你要看它是从哪个地方传染的 所以的话要追溯它的流行病学史 那如果要是去过疫区 或者是接触过疫区来的人 或者是有接触过一些发热的病人的时候 像这个可能性的话是比较大的 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一条 因为任何传染病的诊断 都要求流行病学的相关的因素 其他的话就是一个有没有相关的症状 因为新冠肺炎的症状还是比较典型的 就是发热、咳嗽和全身乏力这些症状 那么如果有相关的症状 也是在发病里面占一个挺重要的诊断因素 还有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点 也就是核酸的检测 但是因为核酸的检测比较依赖于取材 是不是正确 所以核酸检测如果能确切地得到咱们正确的结果 需要取材的一个正确的方式 最后一个就是CT的检查 肺CT的检查能看到肺部炎症病变的影像 对于诊断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真正确诊新冠肺炎的话 需要灵胸病学的接触史 需要它的症状以及核酸检测以及CT的结果 专家提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 首先需具有流行病学史 如去过疫区或接触过疫区人员 或接触过发热患者感染可能性较大 其次观察有无相关症状 新冠肺炎典型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和全身乏力 此外还需进行核酸检测 肺CT检查才可进行诊断